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前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 也藏着万丈深渊 聪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在悬崖 在巅峰云端 在这人世界 让雪花纷纷扬扬 让雪花纷扬扬扬扬扬扬扬 庄先生去了 什么 金晨走的 没留之计叫我过去 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这是先生编的目录 他把医生的藏书都交给你了 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这代表他把文坛传承 都交到你的手上 先生对你期望极高 你能写这样的诗集 不该是凡间的着物 老夫不忍心看到这些绝据蒙臣 其实我跟他只见过两面 文道传承 为心而已 先生最后说的话 要你走好自己的路 先生还说 我活得很快活 我不委屈自己 也不欺骗自己 白大人 我希望你也能如此 活得快活 快快活 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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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生啊 住宿无数 写了这么多的文章 可是我最得意的 是这一段人生 我也该走了 我也该走了 我觉得咱们还会再见面的 莉莉也来了 在哪儿 别找了 他再能看见你的地方 别见 别见 好怪的名字 快走 快走啊 雅公子 雅公子 你们快走吧 我哥他要杀了你们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快走啊 哥 身负国难 杀光南庆人 沈忠是疯了吗 怎么还要进军 保护里里的 哦 哦 呱 杀光南庆人 别 走 哥 你的伤我最清楚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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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快走啊 走 别怕 你不会死的 我会救你的 你不会死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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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股商不走私 朱卫巨大 我其实一直有所留意 但这笔钱 都已经赚到了你们南清的第一大家族 明家手里 明家 您家的主子 就是二皇子和李云瑞 不对 李云瑞一直是太子一当 你被骗了 对了 范贤 我给你留了礼物 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这些 消息给你 换我妹妹一命 说实话 我真的想杀了你和颜明 我知道成功的几率可能不大 进军来的时候 我做出了决定 刚才总向我妹妹那刀 没有收住 但是并没有伤中要害 我这一刀下去 他才能活 我终究是要死的 但是我爸爸的一个人留在打击 会活得更难 范大人 把我妹妹 带去亲国吗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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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我大齐锦衣卫 从未有过投地先例 把他带下去 交由陛下定夺 走 走 要不是李李 你们的人 至少得死一大半 你要记着他的好 人我倒没看见 藏车里带走吧 这回可真告别了 不过我总觉着我们还会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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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很多人都担心你会东山再起 他们其实是怕了你 人这一生 哪这么容易东山再起的 所以 我此时杀你 无人会为你惋惜 太后知道 最多也只是怪罪一生 甚至不会降罪 我手下弟兄 是否被你逼死 是我 我义父是否被你害死 正是 这别是 我杀你的缘由 我知道 大将军 陛下还没有旨意 下雪了 杀 你我恩怨 就此了解 接着 沈大小姐伤势已经好了 但是人还没醒 她的事情不用告诉我 也不知道是谁抱着不放 她是北齐人 如今不是了 有人曾经说过 人的心里有了感情 知道自己爱她 会比冷漠无情的人更坚强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你既然已经知道 是二皇子设计害你 你有什么打算吗 回去问问她 为什么要动我 你这一问 就没有回头路了 她要杀我 我还能假装不知道吗 与皇子斗 你有胜算吗 我不考虑胜算 那考虑什么 有人要害我 我就还手 这样我才能活得快活 回京都之后 你愿意帮我吗 你有一路时间可以考虑 不管是帮我 还是投靠二皇子 无论如何 既然知道真相 总要有个决定 我等你的答案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我知道的 但我也想恨你 看你受苦 我还是不忍心 我对你 从未动情 走 快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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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有人 大人 哪有人 大人 别的事我不擅长 但是我唯独善于这追踪之处 大人 这您小的呀 我断定 这外边有人看着他 来 拿张柳枝 大人 请来了 你们俩看什么呢 谁 谢彼安 谢彼安 年公子 何事啊 小范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谢彼安来了 是二殿下身边的剑客 就是他 人呢 我让他先下去歇着 是来送信的 是啊 说是希望 你我同时打开 给你的 我看见你 我们把你捉过了 你捉过了 你去给你的 一把你捉过了 你捉过了 你捉过去 乔回家 他在乔延下 我捉过去 你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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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起托泥带水 所以就开门见山吧 范贤 你应该已经知道 我在上京城做的事了 怎么说呢 这世上 做儿子最难就是在皇家 别家儿子也争 但输了 最多就是丢前程 丢家产 丢脸面 我输了 丢的是命 所以这些年所做之事 皆为求生 希望你能理解 你也该猜到了 跟你斗的那一位 其实站在我这边 我承认 你遇到的事情 都是我做的 看在我也不容易的份上 请你原谅 不过我真诚地说 对你 我是极为看重的 人哪 不能够在过去 如果你能忘掉王室 我向你发誓 定会鼎密支持 让你成为庆国第一权臣 从此以后你范家 将是庆活第一门阀 听说你的梦想是一生无忧 我能帮你 此中承诺 绝无虚言 我让西边给你带了礼物 希望你可以感受到 我的全权诚意 并助我一臂之力 我给你写的什么 先说你的 高官厚禄 大好前程 总之 是希望我不计前嫌 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没有一样说实了 连个人名都没留下 都没法当作证据 还是挺鬼的 一生无忧 是啊 我这个人呢 没什么大理想 我就想过得互足惬意 不求上求 只求平安 那你应该答应他呀 我也想了 但是死去的人 在拉着我的一脚 我想让他们安静 想让他们放手 你不愿意求何 人做了事 都应该有结果 做对了 有糖吃 做错了 就应该受罚 如果一件事过去了 就可以不提了 那我心里不平 我怎么活的结义 心都不平 我怎么活的结义 你呢 他跟你写了什么 他要我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他的事情被揭穿 他一定会奋力反抗 到时候 庆库必经风波 所以呢 检察院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保证庆库不动荡 这也是我活着的职责 为了不再动荡 就可以让腐败积蓄 我要再想想 我要再想想 他还说给我带来礼物 咱不要一块看 大人 老王呢 王兄却安排使团的人了 他说这里的事情 不方便让太多人知道 王景念办事还是仔细的 是 严公子大难脱险 可喜可贺 我有话要问你 严公子请讲 二殿下是什么时候知道 使团在上京的所作所为 相隔千里讯息不通 殿下并不知道使团在上京城 做了什么 那他为什么派你 送这样的信来 因为殿下 相信小范大人 从您离京的那一天 殿下就说 上京的事 您一定能查出真相 你帮我回去转告他 我相信他的诚意 不过我气量小 不原谅 殿下说 请你先收下他的礼物 殿下说 大人身边的护卫离世 他该做出补障 那孩子会得到最好的老师 会有最好的前程 殿下说 请小范大人一定放心 好 还有 这盒子不止一层 大人请看银上 单薄局 我给你哥哥是智教 自然要多照顾你一些 您的意思是 还有比开书局 更挣钱的买卖 自然是日进斗金 殿下说范家二公子 纯直可爱 很吃讨人气味 范思哲是第一次 我一个私生子 跟他关系能有多好 殿下说过 小范大人平日里看起来 玩事不公 行事离奇 但这本质上 还是个重情置信之物 他说他不会看错 他倒是够自信的 这盒子还有最后一次 平时就在观察您的手 尺寸都在心里量好了 好 好 我喜欢 你怎么可能抓得住老师 肺老用毒精深 抓当然是抓不住的 不过人嘛 总有弱点 是吗 我倒是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弱点 回小范大人的话 肺老的弱点 就是你也怨恨 就是你也怨恨 好 肺老 放光点了 是 我让西边 带着您的手套赶过去了 希望范贤看到手套 能够相信我的诚意 他有什么麻烦 应该我亲自去吧 肺老 您是检察院的三处头目 那么多人盯着 您要就这么离京 陛下那边 交代不过去 不过您放心 就是一些使团交接的小麻烦 我特地派人过去助他一臂之力 一定 让范贤安然回京 你为什么帮他呀 性情相投 他那边有什么情况 你第一个懂得我 您放心吧 肺老 我一定 会再来找您的 这算危险吗 殿下视范贤如智勇 为了我 自然是要照顾她身边的人 那我要是一一孤心啊 殿下在圣经城行事 也弄了不少银子 倒也养了一些兵马 这些人明日就到 保护使团一路归京 你觉得多少人能杀得了我 殿下也想问一下小范大人 多少条姓名 会让一个人回不当初 我明日再来 我明日再来 希望小范大人 给二殿下一个明确的答复 若是投考 我便保护使团一路难下 否则 我取你性格 大人 有时候退后一步 有时候退后一步 就能挽救他们的性命 还有远大前程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资格选吗 我想试试 你呢 你有没有做出自己的决定 好久不见 现在 不可能 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我就是来送你上路的 考虑了一 你的选择是什么 范思哲是范府的嫡子 他若是死了 我家老头不会善罢甘休 费老师检察院三处主办 他若是死了 检察院不会善罢甘休 这两个人 他不敢杀 所以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不是我选什么 现在是该你选 要么 就在这儿杀光使团 回去之后 所有人都是叛国之罪 祸及家小 永世不得翻身 要么 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回去 他送我那几儿东西 我会一样一样还给他 滕子经的孩子 要是出了事 我让他用命来还 你问问他 敢不敢为了一个孩子 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也问问你自己 有没有把握 在这儿留下我的性命 大人 这就是我的决定 检察院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保证清国不动荡 这也是我活着的职责 这也是我活着的 我活着的 死了 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很想寻生 我活着的 不停的一切 我的手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